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压轴大戏李赫强总理的记者会 那么今天记者会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好的 那么今年的最后一场记者会 相比去年来说 整场是相对轻松融合 然后记者问问题速度 跟李赫强回答速度也是很快 那么也同时为记者会 就因为一些外国记者 包括中国本国的记者 提问题多了一些机会 那么除此之外 就今年记者会的 问问题的安排和顺序 包括今年记者会的人事 就是他的人事上 那么今年有新增了 中国外交部的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陆康 那么今年担任了 记者会的主持人 那么中国全国人大第13届二次会议的 人大发言人张燕随 也是到场来参加了今天李赫强记者会 但这个翻译仍然是去年的 来自外交部的张璐 每年大家说记者提问 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有很大的一个亮点 那么今年的会场看 就我在会场看到的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记者会 他经常就是会叫一些 就是坐在第三排和第四排 第二排和第三排 那么第一排跟最后几排的 基本上是没有叫过的 包括他的问问 他的这个今年好像 因为这个记者会也是分为三个区域 东中西 那么那个经常是叫中部跟西部 那么东边的一些媒体 可能就很少就是能被抢到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是今年记者会上 这个问问题这个次序 我想必也是很多观众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想知道的这个 其次呢就是今年记者会上 大家很关注的几个焦点 那么也是有恰好的 今年在记者会上也一一体现了 那么就是这个半岛无核化问题 也就是陶晓琳最高的地方 金正恩在频繁多次访问中国 越南甚至在这个前不久结束的 这个川经会上 那么中国跟这个为他这个铁路绕路 这么一系的问题 那么今天记者就问到了一个半岛无核化 美中贸易战及美中关系 还有中国经济下行趋势 以及备受外界关注的外商投资法 那么今年的记者们提问 较为集中的是在几个贸易战上 美中关系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那么在这个经济改革方面呢 那很多记者都策入于这个结构性的变革 虽然没有很点明的说出结构性的变革 这样的词汇 也显现的把这些问题说了出来 这篇呢就是由路透社的记者 那么提问到就是说 中国这个在加大减费降税 进一步放宽货币条件 那么这也是被外界看作是这个美中贸易战中 经中国必须做出的结构性的变革 那么李克强呢在回答的时候提到了 就是说要这个超发货币 大规模提高赤字率 大水漫灌 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个 面对现在现行的经济压力 那个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呢 那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啊 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但是这个中国这个赤字率啊 今年又提高了0.2% 或者这个在一些金融行业和一些这个快销 也就是这个消费品行业 那么中国政府啊 今年也是加大了这个整治力度 然后是为他们进行放宽的这个 这个进入这个市场的准入 还有就是制定一些这种 公平的这种法律法规政策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努力 前不久就说到了这个 今年的中国GDP增长 是6%到6.5% 这个在接下来这个发生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中 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 这个经济改革 结构性变革中 那么涉及第一点就是说到这个 赤字率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到了这个整体的这个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公共费用支出 就政府方面 那么政府这个 每年中国政府 它的这个公务支出啊 就很多 那么这个 但是呢 又不能压缩这个公共这个 窟窿 那么他们就要求说 这个筹集一万亿元的 要求政府 地方政府要挖自己的资源 而不是挖中央的资源 那么一步一步的将 当地政府的一些 可用 能用到的资源 用到自己身上 而不是一味的要求 这个中央政府 加大财政支持 那么也是 今年这个在 呃 国内的这个 呃 行政预算上面 也做出了一些 呃 新的变动 除此之外呢 那么大家还会关注到了一点 就是说到了这个 朝鲜半岛局势 那么我们也清楚 在前不久啊 这个特 川习 川 川 川经会 结束了 那么中国对中方 中国政府对此 没有做出任何的评论 也包括在外交部新的 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陆康和 不管是陆康还是华春莹 也是 没有对此 进行一个 很充分的一个 说明 那么今天呢 有记者就问到了说这个 为了促进这个美 美 朝美之间的分歧 那么促和促进其和谈 那么中国对 发生什么建设 所谓的建设性作用 那么这个问题是 朝韩国的一位记者问了 那么我们也清楚 这个朝鲜一直以来 与中国保持一个是 比较隐秘的盟友关系 那么这次朝美领导人的会晤呢 也给北京加大了一些压力 包括在这个 对朝政策 以及对朝援助 还有在美中贸易战期间 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要求 中国代表习近平 那么他也会 进行一个 很大层面的一个改变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朝美领导人的会晤呢 也是在此之前有过进行 但是今年的这个进行呢 似乎北京对此 就是想插上一嘴 或者插 或者是能 就是说这个 就是帮助 拉一把 但是可能今年 北京的这个插手的机会 似乎就没有 所以他今年记者会上 仍然就是提到了 坚持半岛无核化 然后保持半岛和平稳定 那么后来有记者 又在这个问题之后 加了一个问 就是问到硬巴问题 那么李克强 对此没有做出回答 就是直接跳过 大概那个记者 讲问 最后被主持人就是 抢过 就话筒没有给他 所以呢 就是今年这个 关于这个中国 这个外交的周边外 地缘政治的这个局势呢 今年也是记者会上 记者想去提问 但是今年没有说到 可能也会在后续的 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可能也会问到 相关的事情 最大的第三个 就是第二点 就是谈到了 现在正在进行的 这个美中贸易战 那么今年这个 美中贸易战 已经打了 这是已经 只是将近第四个月了 那么在过去 一段时间里头啊 这个华为中心 还有中国的两大 通信巨头 将计在美国 在欧洲等地区 遭到了这个寒冬 业务遭到寒冬 那么中美在今年 又是建交四十年 那么这个彭博 新闻社的记者 就问到了说 目前来说 在技术问题上 中国政府是会 因为中国有关企业 帮助其监视他国 那么包括这个贸易协议 能达成什么样 什么不能达成什么样 那么李克强呢 今天也是 对此没有做出 很凭确的答复 也是这个暗喻 那么他就说到 这个一段时间以来 表现突出是中美经贸摩擦 那么他还是 重复之前的话 说达到重要故事 那有一点说到的是说 美中贸易战归功结底 归功结底是关于中美两国 有着广泛的这个利益关系 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接受 美方的一些要求 所以他在这句话说完之后 很多人就把就是对这个 他的话语好像有一点这种揣测 就是认为这是北京在贸易战上 一个最新的一个表态 那么与此同时呢 那么他也后面提到了 对于在美中关系中 这个经贸 不管是经贸关系 还是这个外交关系 那么也是希望这个 美中贸易战做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么至此呢 就他对于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那么他并没有多做出 一些新的一些这个解释 记者会上 就今年的记者会上 就是大致看 就是问题上 如果按问题分类的话 那么刚才说完的就是 中国的那个内 中国的外交 那么现在可以谈谈 关于台湾和 以及这个香港问题 那么今年呢 这个台湾问题呢 那么也是被大陆的 这个中国领导人 频频提到 那么这个会谈 三十一条举措 也是今年这样 今年李克强记者会中 这个也大家所关注的 有很有可能 今年这个会调 三十一条举措 可能在两会之后 有一个新的变化 那么对台关系 也会发生一些婉转 与此同时呢 这个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系 是带来摩擦 那么在欧洲 那么中国 欧盟 虽然说在地缘上 有一些政治观点 那么前不久啊 这个土耳其啊 也是公开反对 这个中国政府 在北京啊 在新疆 在集中教育的问题 那么打压 迫害穆斯林 以及摧毁 伊斯兰家的那个 古典建筑 那么就是 今天呢 李克强就 简单提了一架 关于中欧关系的一个 最新发展状况 那么他也是说到了 这个希望欧洲各方 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 那么也去 希望能再一次 与这个欧盟领导人 进行新一色会晤 就似乎就是说 北京啊 在这个美中贸易战期间 可能占了一些下风 那么希望通过 改善中国的关系 来促进这个美中关系的 一个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个就是说 今天上午在两会 最后一个 最后一场表决 通过了这个 最中国 中华民国最高法 和最高检的工作报告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最高法的报告 这个去年反对票说 今天有75票 那么最高检的报告呢 竟然有100多票 100应该是135票的反对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举动 也是引起了 大家的很大的关注 有人认为呢 这有最高检的报告 凸显出这个中国 这个检察院机关的 一些不作为 还有一些这种 这个清单肥肠机制 可能存在了一些漏斗 那么今年这个100多票的反对 也是今年两会最后的一个 很就是在投票表决上 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其次呢就是 我们关注到这个 外商投资法 那么之前有记者 或有舆论就是一直称 这个中国加快 以很快的速度 加快了外商投资法 那么欧盟此前 也批评中国政府 这个以最快速通过 外商投资法 甚至超过其 中国其他法的这个速度 这似乎张检出了 北京迫切希望 一些外国投资商 在中国能够依据 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法律 开展所谓这个 合法性的这个贸易协议 以及一些贸易业务 这很有可能 与现在这个美中贸易战 以及加拿大的这个 包括加拿大人 这个谢伦伯格 还有这个另外一位 这个被现在 依然被关押的 这个加拿大的商人 那么可能有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外商投资法 这个今年呢 做出就是正式通过了 那么后面如何去实施呢 也是根据 中国各地方政府的 一些地方特色 来进行实施 那么当今年的记者会 就有问到了 就是说外商投资法中 并没有涉及港澳台的投资 那么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些 这个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代表 他们也是提到了说 也是期待中央政府 能在港澳台投资的问题上 做出一些说法和调整 那么李克强啊 今年就是说到了说 这个港澳台投资 是可以参照 或者比较适用 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 也就意味着这个在此之前 这个台湾这个根据这个大陆跟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这个 两岸人民友好协议中规定了 那么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一些 合法性的政治文件 很有可能在这个外商投资法之后 这个大幅的缩水 那么包括香港的这个独立关税区的 这样的地位似乎似乎给北京在这个 贸易贸易国际贸易上做出了一些变动 那么美国国会啊 也是在前不久就是发表了 这个开横差听证会 也是进一步听取了这个 香港关于独立关税区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目前呢 那个美国国会 包括此前这个美国驻香港总理 是唐向伟 那么也是发表了关于这个对一国两制 那么这个两制的一个质疑 那么今年有记者就问到了 这个外商投资法 似乎也是在回应这个 唐向伟关于这个一国两制中 这个制度 社会就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但是香港的商人 或者是澳门的商人到大陆投资 那么他的一个制度参考点 是什么样子 所以今年这个外商投资法 这个问题也是安排到最后一个 去提问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问到了这个 关于这个会 会就是口会而不识 就是这个问题问的是 关于就是中国政府 一方面他这个在 口头上答应了很多 给一些优惠条件 但是实际行 缺乏很多实际行动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直至现在目前推出的这个外商投资法 李克强也回答了这样的问题 他说这个负面清单制度就是要推出新的负面清单 那么此前的负面清单 中国政府包括北京的一些 包括北京方面一直并没有向外界公布 那么这个新的负面清单推出 是否也会向外界公布 这个很难清楚 包括我们也问到了一些人大代表 他们也不清楚什么是负面清单中到底是什么东西 哪些属于负面清单 那么这个新的负面清单 又会增加哪些内容 他今天只收到一点 就是信息投诉机制 如何公开透明和有效 那么这也是说 一些外国投资商 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 还有保护外商 在中国的一些人身安全 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向当地政府投诉 这个信息投诉 信息投诉机制 那么此前就是 在他看来可能是不公开 不透明 并不是有效了 那么可能今年的这个外商投资法实施之后 对这个信息投诉机制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透明状况 我特意 刚才谈的都很全面 也就是从外商投资法 中美关系 包括港澳台的问题 都有些涉及 应该说了 李克强总理还是 尽可能地回答了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发现 这一次记者招选会 没有涉及一些敏感的话题 比如说新疆问题 人权问题 华为沐瓦州事件 和最高法院郡中丢失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今年的记者会 这个大家之前 直接都会怀疑到 这个周强是否会现身 这个两会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说 周强确实现身了 而且也做了报告了 然后周强 但是并没有出现 很多部长 或者一些官员的 这个部长通道 那么他在两会 做完报告之后 也是神秘地失踪了 也并没有看见他 再继续地回到 这个两会上 所以有人就猜测说 这个是不是周强 已经被当局控制了呢 那么今年的两会 要是说如果说是很无聊 那确实是很无聊 因为今年他们在一些问题上 比如说记者如何去问 如何去答 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那么像历史遗留问题 人权状况 就human rights 还有这个 一些关于领导人的话题 是被禁止提问 那往年那都是依靠一些 就是在两会开始之前 会有给你发放一些册子 那么发放人的工作人员 会告诉你 一些东西是不允许 会给你告诉 填一个单子 会告诉你 一些东西 是不允许提问的 那么今年呢 明明确确地就告诉你了 这些东西 你是不允许问的 那么这似乎也是跟北京 今年在强大的维稳压力之下 那么做出了 一个低调的回应 那么我们也看到 这个北京这个 今年这个两会啊 有80万的这个 这个人民群众啊 就是每天轮流着 这个加起来 有80多万人 就是上街游 就上街就是 这个维权啊 那么就是个维稳 稍微是维稳 所以就是 今年这个 安保力度之大 然后这个 两会之前 这个让一些异议人士啊 还有一些这个 一些访民啊 强制离开 那么包括在今年安检上 也多出了很大的一些 这个 长大的一些这个改变 博特 我们发现李克强总理啊 在回答一些国内的问题 比如说人民日报啊 光明日报啊 还有一些央视的提问啊 他显得了准备的比较充分 措施也比较具体 但是涉及到外商投资 涉及到中国的对外开放 他往往他就会比较空洞 他会说了这个 我们的政策不是一次性出台 是逐步出台 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的回过来 就看发现 其实我们的力度是很大的 就是感觉到比较空洞 在会场上的记者 对这一方面有没有议论的 一些国内官方媒体 所提的问题呢 似乎也是官方安排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 新华社记者的问道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年 那么外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 有很多期待 那么今年中国 今年改革开放 又改革会有什么具体行动 包括在优化 营商环境方面 有哪些新的举措 那么这也似乎也指点了 这个贸易战 跟这个外商投资法 跟他平时做报告的内容 很多有类似的内容 包括他提到说一句说 说到政府的政策 监管要公正 个人隐私要保护 这就使我联想到了 刚才彭博新闻社 提了一连串问题 那么其中一个问题 我要明确的回答你 就是政府要求自己企业 去监听他国信息 他是说啊 不知道监听政府 监听政府的 还是公民个人的 那么他认为 现在这个是不符合 中国的法律 也是不 也是不是中国形势的方法 现在不会有 将来也绝不会有 那么对于刚才 彭博新闻社的 这个记者的提问啊 那么李克强在 中国官民的这个问题上 做出了一个 比较详实的大回答 很有可能啊 就是官方媒体 一唱一贺 然后达到一个 舆论宣传效果 那么让外界看来说 两会并不是我们 外界 就是外界所批评的 那样子 一个橡皮图章会议 一个这种 很大就是 你方刹那 我登场那种演戏的 那种方式 所以呢 今年这个两会啊 他的问题设置 包括问题设问 答的流程啊 非常巧合 除了之前的几场 这个星空发布会之外的 那么在李克强的 这场上面是 中国官方是 是觉得不会允许 出任何错误的 所以今年的这个记者会 他的提问呢 这个次序跟往年 有大幅的相同 博特 我们两会啊 就问到 我们就谈到这里 我们现在谈一谈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因为正在二人瓦 召开会议 那么北京对这个 人权理事会的会议 有什么反应呢 好的 那么今天呢 两会上 就是中国政府 并没有说到 人权的相关政客 而在今天下午 外交中国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 那么有记者就问到了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正在任何网召开 那么中国拒约了 15个国家的人权提议 包括联合国教训文组织 也公开站出来 反对中国在新疆 以及这个西藏 还有在河北河南 江苏江西等地 这个大肆拆除 包括在江苏 温州那边 大心拆毁 这个十字架 毁坏这种 在文科时候 叫波斯旧啊 就是那种文物 以及一些 包括佛教的内容 让少林寺升起 五星红旗 扎毁基督教 扎毁十字教 还有摧毁教堂 那么清剿地下教会 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 在这个时候 就公开站出来 反对中国政府的 这样的行为 也让外界感到很惊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那么并没有在 就是在刚开始 中国政府做的这样的行为上发生 甚至保持这种沉默 但是我们看着 我们据我们了解 在今天北京时间 3月15号举行的这场 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中国的外交官 真正彰显了一次大国的风范 那么这什么大国风范呢 就是说 在会议的间隙 都不惜一切大家去游说 那些西方 就是属于只有投票 那这个综合国力 相对中国来说 很小的国家 来游说他们 或者是用这种威胁的手段 去将这个 让他们去支持中国 这种言论行为 所以 今年这个联合国记者会啊 这个美国联邦政府 美国政府这边 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包括邀请了一些民运人士 还有一些这个人权团体 包括一些人权团体 就从中国逃出来的受害者 也是到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做出了这个 相关大的一个这个论证 验证 那么也颇为让北京非常恼火 与此同时呢 这两天 这个从大陆这个山东内 山东师范大学 这个以交换生的方式 这个到台湾 世青大学读书的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年龄最小的 这个艺人士啊 他只有22岁 那么叫李家宝 他天天在推特上 也是非常火爆 毕竟现在中国习近平这样 习近平就是把中国 搞成这样 就是 心 就是心 我有一句话叫 就是心存善恋 尽力尧尾 但行 好事 无问虔诚 立得立言 无问西东 我们此前呢 这个李家宝也接受了 这个博文社的一个采访 那么在采访中啊 也就提到了 专于这个 对他来大陆 他来台湾 为何叫做出这种民主的发声 那么他也就 包括为何就突然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 希望这个 让很多年轻人去觉醒 我们这似乎也是现在 中国大陆的一些这种年轻人 逐渐看透了这个中共的本质 包括前不久这个湖北天文市职业学院的学生 这个上街抗旅游行 那么也是198年之后 这个年轻的 他们是00后的学生啊 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利 以及为自己这个青春这个负责 那么他们就是来这个跟政府 跟学校这个抵抗 那么最终也是遭到了警方 这个强制的这种 镇压和驱散 所以这个联合国人权理论会 在两会这边开始 时间很巧合 那么也说明了 中共的中国的人权状况 不断的恶化 那么也是这个 希望外界能关注到 像新疆西藏 以及这个在一些其他地区的访民 他们的人权和他们的生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